Hello 大家好,歡迎收看Billy Baratalk 當你去到這個發展商 你看看不同的示範單位的時候 有一個特別的選擇 你可以選擇這個購買Corner Lock 或者是普通的Lock Corner Lock 顧名思義就是在各位的屋子 我們要看這些屋子的時候 有什麼特別需要注意欣賞的地方 這些單位究竟有什麼地方是不夠好的 一般來說,我們看到一個這樣的示範單位的時候 通常它的正門對著主街就是這個位置 這個就測試了Lock Size 這一間就是36Lock Tipical來說,車房就會在這裡 所以變相的正門一定是拉橫的 無論你是一個車房 或是兩個車房 正門都會拉橫的 然後這裡通常是 客房、套房之類 這邊就會有窗 後面就會去花園 以及主人房 通常是在後面的 因為這樣就會變窗 而這一邊 通常跟鄰居的距離會比較窄 可能說到最大約兩米的距離 這邊會比較闊 因為它會放很多窗 所以窄一點那邊 就不會放那麼多窗 可能頂屋是一隻起兩隻紙 這樣已經是一個Boomless 而這間鄰居有個好處 我們看這間鄰居的時候 它主街仍然是這邊 因為車要出車 因為產草地出車 不會的 所以這間鄰居仍然是36Lock 36Lock就是這裡的36Lock 但這次的正門不是擺側了 而是擺放在整間屋 長那邊 不是闊那邊 的正中間 變成你入屋的時候 它就會 感覺上 貴氣一點 當然 Technically 如果你的 客人 泊車在Dryway的時候 他都要走這條小路 去到正門 但如果 你在街角位那邊這樣看來 這間屋是否闊了很多 因為它的闊度雖然只是36Lock 但它的長度 實際上 可能是50Lock 甚至60Lock 所以你這間屋的感覺上 就變成巨大很多 雖然實際上 面積 是不見得比之前那間屋大很多 之前那間的例子 是有一個Lock 所以 不可以完全同等地測試那間屋會有三千多呎 現在你看到屋頂是不會有窗 窗就沒有Lock 同一時間 因為它 是CornerLock 雖然 後欄這邊 對著隔離屋 就不會有太多窗 甚至乎不會有窗 但是它這裏 所有窗 不會被 隔離這間屋擋住 至少這裏是一條公路 不要幻想這裏有這麽大的草地 通常都沒有 通常 它就會有一條杏仁路在這裏 不會有別人的牆擋住 這些窗就直接感受到陽光 所以這間屋就會 貴氣很多 亦都是開陽很多 順帶一看 你看到 這間就是比較 新穎一點 雖然不是最新穎的 它有批檔 以及有石 不過窗就比較傳統 比較純粹 通常這裏就可以做一些Shutter Shutter 就是這些 而這裏有另一個Model 即是它同一個 Model 但不同的款式 主要來說是磚和石 但是它採用的窗 是比較新穎的窗 這些做Shutter 會很奇怪 可能只剩下Bind 就會比較好 但是 無論如何 它們都是 Cornor Lot 就會開陽很多 我們看看裡面 裡面通常是值得留意的 就是關火 這裡就是剛才說的車房 然後 這裡就是正門的Foyer 你看到它是 整間屋 正中間 當你一進去的時候 這邊就是 Powder Room 然後就是那個書房 它叫Den 這個Foyer 有點怪的 因為你這樣進去 才去到書房 還有一堆門 這個房子真的很自閉 有些人喜歡做辦公室 然後這邊 這邊 第一件事就是 樓梯 通常Cornor Lot的樓梯 都是放在 整間屋 長闊的 長度的正中 這樣 這些樓梯 通常就不會 長崖怪的 我自己喜歡的 同一時間 這裡也會通車 各方面 如果你開到這對門 有個門的時候 你分分鐘可以分租出去 都沒有問題 這是一個 蠻好的好市 不是每間屋都可以 順帶一看 然後你一進去 這裡就會有一個 Dining Area 這裡蠻好 這裡都是開放的 有些會有一個 Low Warr 就會擋了 然後這個Dining 之後 它有Kitchen Breakfast 這些很經典的 Family Warm 這裡跟其他 其實不會有太大的分別 但是其中一個 很大的DOWN SIDE ON 這個Cornor Lot 就是 它的儲位 它一定要設置某些儲位 在主要的Cornor 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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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成 它不可以完全 全地 全開放給你 這裏有個視野上的感覺 擋鬼 這些 就算你普通的Low Warr 不是Granor Lot 都可能會有這樣的問題 在當中 順便說多一點 另外一個 Granor Lot 沒有那麼好的好處 Beside Beside 你那些窗 你要做Bind 也要做多一點 你那些窗平均來說 會多成 兩成至三成 比較起其他的時候 那你就會 多很多東西要做 如果你上時間 你都是 I don't care 我都是不會開 那些Bind 出來的 那 那就要做多一點東西 另外一件事 就是 你會發覺 位置 不是最好放東西 Kitchen那邊 Stand alone 不要緊 這個Family Room 主要在這裏 你會看到 這兩邊都是窗 沒有理由放一個櫃子 遮蓋著窗 所以你的櫃 多數都是放在這裏 又或者 你的梳化 就一定要放在這裏 而這裏 放不放梳化 就變成了 一個很大的迷思 在當中 因為你好像 擋著窗 而窗就變成廢了 如果你放在這裏 在這裏 放在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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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是 你就唯有放在這裏 然後 放在這裏 放在這裏 甚至乎在這裏 放在這裏 放在這裏 而電視機放在哪裏 你又有一個沮喪的位置 究竟我放在這裏 還是放在壁爐上 如果在壁爐上 你會放在壁爐上 去看電視機 但是 沒有多少個位置 讓你選擇 除非你亦可以搞搞新的意思 我把這裏 變成 dining 這個才會變成 Family room 看電視機 同樣也有一個問題 為甚麼呢 因為電視機一定是放在這裏 你不能放在其他 於是你的梳化 仍然有一個沮喪 在當中 另外 因為是Cornalight的緣故 所以 通常會有些選擇 這個選擇是平的 平的 但這個選擇是有一個 Bade window 就是 有一個梯形的 兩邊 因為它要對稱 那時候 外觀是超級美的 但當你看到內觀 例如這間屋 這個梯形其實沒甚麼用 除非你放鋼琴 李雲迪 每個人來到的時候 控在這裏 你很帥 然後彈琴 實際上是播放CD 哈哈 說笑而已 我不懂彈琴 那你或許可以用這間房 否則你的辦公室 可能是很開涼 但這些地方 就未必可以用得到 純粹用來擺放 尤其是唐人 或者亞裔人 應該說 會覺得這些地方是浪費訂的 當然你有一間 三千呎的屋 你可以覺得我浪費了氣 脆 這是另一回事 總體來說 都是比較難擺放的 又或者 例如主人房 床位 只有這個位置 和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主人房 就是單邊 這邊沒有窗 因為對著旁邊的房子 如果 如果 它 就多了 變成 窗子 就均在 那個 的窗子 不過我個人 不喜歡 它 那麼多窗子 在窗子 我寧願 窗子 和這個 搭配 床位 以至 主人房 就會 大氣 會 開陽 而 這個 MASTER 背面的廁所 其實 一邊窗都已經足夠 個人的 opinion 但是 又有個問題 如果它真的有那麼多窗 的時候 我想設計上 它都會關心 這件事 變了 假設這裡有窗 床位 就一定在這裡 不然 放在這裡 就很奇怪 除非這裡兩邊窗 你還可以放在這裡 床位 但是這個就很依靠 同樣 設計會局限了很多 傢伙的擺設 變相來說 如果你是買 Safe For example 新屋或者二手 你是由另一間屋 搬入這間屋 而你已經有原生的傢伙 可能你在那個設計 擺設上面 就要花點心思 甚至要狠心地 擺設這些傢伙的傢伙 都未頂 否則 你就可能會有些怪 總體來說 我覺得這個FOR PAN 就不要看外觀 如果純粹看 C和B的選擇 我覺得C 就會實用一點 本身這個 CORNER LOAD 已經不是太好放東西的時候 如果你再要一間 更不好放東西的時候 就會很痛苦 另外一件事 之前我也提及過 它很難避免 會沒有一條公路在外面 即是行引路外面 那時候你就會剷多些雪 你想想別人是剷36屋的雪 你是剷 HUHUHU 36屋再加60屋的雪 即是剷多別人 兩倍多三倍 會辛苦一點 而那些是規定你一定要剷的 你唯有祈求天賦 即是那些溶雪速度快一點 否則會辛苦一點 今天分享到這裏 多謝大家收聽